端午到了 我们的春节呢也即将打响 所以我决定邀请我解说搭档们 一起来吃粽子 玩游戏 顺带啊 做一下决赛的赛前预测 走着 今天解说兄弟们都来 我这得好好捣吃捣吃 哎 怎么就你们三个 小明呢 小明有事 我们大批玩还不够吗 三位的到来 让我们节目组是彭毕生辉 看着光芒 已经快闪瞎了我的双眼 没有那么夸张吧 我看你今天这打扮 蝉湿已经变成蝉帅了嘛 太行啊 这小造型今天花了多少时间 低调低调啊 今天叫兄弟们过来啊 主要是端午台到了 目组的时候让你们来一期 尝尝粽子 而且之前都是选手的玩游戏 咱们也体验一番 每轮游戏的最后一名啊 将场是我们准备的 超怪味粽子 这个粽子啊听说是有 折尔根味儿的 螺丝粉味儿的 有臭豆腐味儿的 还有腐乳味儿的 这味道香香 有够冲的啊 我其实比较能接受的是 腐乳味和折尔根味儿的 就都还好 不管哪个味儿啊 咱今天节目啊 录完了以后 这个也是我们带的 必须的 必须的 这个一份心意一定得给他带 那咱们就先进行一轮 简单的热身吧 你边排一段舞蹈 然后我们几个跟着你们 跟着你跳 看谁跳得好 来来 活动活动呗 走吧 走走走 怎么说梁老师有没有想法 可能有点考验各位 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有多考验 有多考验 我觉得这些都比较简单 这些就比较吃熟练度的 都是肌肉记忆 真看天赋 还是得看最难的一段 下腰 我先来一个 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你在干嘛 来一起吧 咱们直接来下吧 你要对着上 一个一个的 我得贴 哇 这个是真的有实力好吧 唇下腰 然后没有别的了 你来个手 你带着手 这跟手是不是 多少有点影响 不是 大一下 然后手这样 我觉得这个舞蹈 只适合像我这种 一笔文家的 其实还是有很多粉丝 可能没想学一些其他的舞蹈 咱们来个简单点 跟着微信牛 你们前面就是 《仙情淑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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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布有态度》 《蘭颂域发生》 《宙宙若运路》 《宙宙若运路》 好的 兄弟们 那么我们热身已经算完了 接下来 就要进入到我们 第二轮的比赛环节 首先第一题出给两首 雪地嘉年华 雪地嘉年华是我们联赛当中出现意外最多的算法 不严谨 不严谨 不认可 加的之一我会认可一些 总的来说算过了 算过算过了 大家应该也都要懂游戏规则了 第二题别选 还是没有现在 还是没有现在 快吗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你就说快不快吧 年轻搞笑 年轻在赛场当中挺不搞笑的 反应很快 感觉没有什么难度 那第二轮开始了 第二轮量声 嗨得练 风仔这个MVP次数拿虽然多 但是嗨得练 符合实际 我觉得可以 老灯 联赛两个老灯在这个赛季的发挥还是非常之亮眼 厉害厉害 这老灯是谁 这可以啊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不胜透我的 可以啊 小哥 宠物 小哥每次来解说台的时候都会说火鱼龙心是个好宠物 哇 专业解说 好 哇 这个小看人直接轻松愉悦过去啊 好 那我们直接搞起了啊 嗯 这样吧 你分 我先选啊 我肯定选你我最喜欢的 那我先闻 闻得出来吗 这个我不想 哈哈 我们选这个 那我相信你这是一个两个方向 这个 这个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但是路上 这些呢 才好而已 这是一个地方 所以你们得大口一点 可能我一口 再就可能底子也别多了 因为我打了 我觉得我都是这么好吃的 我这个米怎么都是第一次的 我这个很好吃的 怎么都要好吃 我留着等会再吃 我也我 我觉得也 我也留一会 这一轮 冬子咱俩得加油 加油 大家也品尝一封 冯仔是全联盟唱歌最好听的 冯仔是全联盟唱歌最好听的嘛 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过了 这个很简单 然后接下来冬子 两头狼在我们联赛的舞台上 PK一下子吗 我的是双狼会失总决赛 双狼将在总决赛的舞台一较高下 双狼在决赛的舞台上一较高下 都有 都有 才是你是阿尼神 谁说的题 谁说的题 这道题为什么会在里面 我清学 那我再抽一张 也说赢纵堂 各个都在行 我俩应该是一样的 你那个是纵 他说的就是纵啊 台队贵血红 台A双青虫 什么 台队贵血红 台A算秋虫 我现在已经会说了 你看看我写了 哎 台上台下我也写了 台上一分钟台下时间功 你这个属于虾萌 听力考试正式开始 男队11冠 RSG 可以不可以得罐 我说一句话你帮我翻译一下 男队早逼罐 早飞罐 11 杂飞罐 RSG 可以不可以多罐 可以不可以得罐 困不 困不困 多罐 也可回说这哪里是潮汕话呀 听不懂啊完全 呃 将卷吧 好 第一句大家基本上都对 第二句大家基本上都是会不会夺冠啊 最关键的是这个什么亏不亏 我觉得咱们在用最功夫的方式 咱们再加太阳 量身出体 他已经说不了了 我就不算这个来了 我说两个我们那儿的方言 就是词汇差别比较大的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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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第一个是 猫腊肚 我是圣鱼肚 汤瓜 第二个词是 蚂蚱 你要腊肠 我写的懒肚 我写的是买腿 还能吃 东西啊 很长一口 还不错 都是无二的啊 对 那接下来呢 就准备上才艺了 也是我们最后一轮游戏 这轮游戏呢叫做 鲜声夺人 第一题 风仔最拿手的歌 三二一 我退出 那咱俩就猜拳了 不不不不不不不 管他笑年如画 这一生共云共天下 最后一句有点小飘 获得零点五分 用一首歌形容 青春有你 三二一 你先来吧 给你机会 yes ok 是一个秘密 一座好决定 好久忘了 给他加两分 啊 加两分 直接加两分 他给两句啊兄弟 我觉得给一分 一分可以吧 好吧 一分好 没问题吧 用一首歌形容 双狼之针 正确在发烫 勇事也事不可挡 好 yeah ok 听伤加两分 唱一首最符合自己解说特点的歌 好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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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兄弟们节目录到这我去追梦了 他去追梦了 好 给梁老师加两分 你们要用什么歌去庆祝他们 这就无我的一切一刻 骄傲的选择 鉴于禅师的分心在最低 我们决定单独给禅师出道 唱一首带有高音的歌 读完了以来 我很快就 不过讲真的东子 我觉得这个粽子虽然叫怪味粽子 但是这个怪还怪好吃的 对 对吧 好吃 我跟东子也不是定色的人 我们都是善于分享 咱们一人一个吧 我这吃不了 我这很好吃 我吃不了 选长一口吧 那在结束之前 还是我们几个一起回顾一下 一整个赛季走过来 大家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名场面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包括我们在总决赛的时候 看到RW真的就是只差了0.01秒 最后的相波岛很可惜 我这个可能会稍微欢乐一点 就在最近 明星掉下去了 风仔也下去了 我的也比较欢乐 还有你的存在 这个就有点太刺了 刺痛的刺 说一下我的吧 不是里程碑 而是里程碑 现在的联赛当中 还能再继续坚持奋战的选手 我觉得都值得我们的成绩 这次总决赛的预测少不了 这次的总决赛 总有风神的一方 要么就是狼队继续保持对RCG的道具压制 道具双杀 还有另一种可能呢 就是三杀 因为有最高的山最长的核在 所以狼队这边决赛 我觉得他们3比1的概率大一些吧 总决赛我会更偏向于道具一人一轮 那我预测的是2V1 RCG 但是如果加上我2V2抢7也是RCG 然后且他们道具拿一轮的话 那当然就是RCG3比1 其实我这一次预测呢 是RCG3比2一 那我们也都给出了自己的预测 但具体打出怎样的比分 还得是6月15号才能够见分效 期待决赛的开始吧 是的 对于我们来说 也来享受一下决赛之前 最宁静的一个下午 那也感谢各位观众老名的观看 本期车神奇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6月15号总决赛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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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